憲哥放這麼多的心事在你身上 你從來 我以前對周杰倫也沒有這麼好 對啊 對他兒子也沒有 對 你不是有話想說 沒有沒有沒有 我已被重新全部一遍 沒有預算的 他零預算上限 這個基本上三千萬起跳了 對啊 這個不 他的每一首歌你都會看到MV 杰倫的第一張 你的師兄 前師兄 是 十首歌裡面拍了九首歌 只有一首歌沒拍 我心裡面都覺得遺憾 印第安老班就 對 對 然後第一首歌 可愛女人吧 可愛女人吧 拍拍拍拍拍 第二首拍拍拍 娘子拍拍拍拍 什麼都拍 男人可貴能夠有這樣一位歌手出現 你要都加油 好 我可以加油 憲哥放這麼多的心事在你身上 我從來 我以前對周杰倫也沒有這麼好 對啊 對他兒子也沒有 對 你不是有話想說 沒有沒有沒有 大概 可以結婚的年紀大概四十歲 那我可能不會結 不是 我是先把醜話講在前面 四十歲結婚的話 記得要放貼紙 對 對 非常感謝憲哥 因為其實 我其實真的沒有想過我會 踏進演藝圈 又想哭了 沒事 加油 就是 謝謝憲哥這麼看好我 然後 他其實一直都 相信我是做得到的 他從來沒有覺得我很差過 就是他永遠都是鼓勵我 從來就是不會批評我 就讓我更有自信這樣子 然後非常謝謝憲哥 就是爸爸這樣子 對 你不要這樣講 這樣其實 聽你這樣講的話 露西派會很難過 不會啊 我這樣就有多一個妹妹 Sandy姐姐入行多久 差不多十多 十年左右 有什麼 十年左右 差不多十年左右 他沒有任何的緋聞 進入到藝能界裡面 拿了三 四 五座金鐘獎 最 史上最年輕的主持人 金鐘獎主持人 然後 他幫幫幫 沒有一次一個緋聞 然後他結婚了 然後他懷孕了 他明年要當媽媽了 一切都under control 都是在他人生的計畫當中 我生命當中 唯一不照著我計畫走的 就是露西派 跟著Sandy姐 Sandy做什麼 妳做什麼 布料 不可以有緋聞 妳要不剪點 妳要做什麼 好 對 我是非常嚴格的 是